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,为大客户苹果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手机,在产业链中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。 就是这样一家顶级代工厂,背后其实体现了富士康姆公司,鸿海科技集团的强大实力。 11月下旬以来,鸿海科技集团开始大举投入半导体行业。 这代表着这些年鸿海以及下属企业的商业布局已经不局限于代工,汽车行业也看见了鸿海科技集团的身影。 而且在11月上旬,鸿海发表了Model C车型,Model V皮卡电动车等。 乍一看还以为是特斯拉出了新车,其实是鸿海专门以Model系列打造的产品。 不仅命名方式与特斯拉差不多,而且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还喊话希望有朝一日为特斯拉造汽车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半导体就成为了关键。 富士康与印度公司威丹塔合资,在印度投资196亿美元修建晶片工厂。 一旦工厂建成,富士康会成为印度主要的晶片制造巨头,还有望获得印度提供的巨额补贴资助。 另外富士康在中国青岛也有封测工厂专案,为母公司鸿海集团提供布局封测产业的能力。 除此之外,鸿海邀请了半导体大佬蒋尚一加盟。 根据鸿海官方公布的消息,聘请蒋尚一担任集团半导体策略长一职,直接向董事长刘洋伟汇报。 了解蒋尚一的人都知道,这位大佬从业40多年,拥有丰富的产业经验和全球化事业,在德州仪器、台积电等知名晶片制造公司过去任职多年。 蒋尚一加盟鸿海科技集团,会提供全球半导体布局策略以及技术指导。 不过,台湾经济日报对此则报道,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示,鸿海与台积电的策略完全错开。 鸿海做的产品比较偏向利基型,例如下一代材料、新一代制程、新一代封装等。 台积电已经做的或做的很好的市场,鸿海不需要去复制,台积电有它的主要市场,将来鸿海应该着重在汽车,以及一些看起来很小,但用途很大的各种市场和技术领域的发展。 简单来说,就是鸿海不会与台积电竞争,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发展方向。 台积电是全球晶圆代工巨头,采用先进的工艺为客户造晶片。 而鸿海需要做的估计是探索先进封装、材料和应用技术聚焦于后摩尔时代的行业风口。 估计会发展汽车晶片,给客户提供辅助驾驶、感测器、车机系统等方面的晶片零部件支援。 此外,鸿海集团还在11月底公告,宣布此公司Foxcon EV Technology在注资3300万美元给Foxcon EV System,持股比例维持100%。 鸿海指出,此次注资主要目的为长期投资Foxcon EV Technology,是鸿海集团在海外布局电动车事业的重要公司。 去年11月,鸿海与美国商用电动轻型卡车供应商Volstown Motors正式签署俄亥俄州Volstown厂房最终资产购买协议,Foxcon EV Technology即是投资主体。 实际上,5月底鸿海就曾公告,Foxcon EV Technology增资4193.2万美元,折合新台币13亿元,一驻Foxcon EV System。 展望明年电动车布局,鸿海日前在线上法说会指出,在台湾,Model C交车给纳智捷,并兴建高雄电池中心。 美国生产IndiEU原型车,量产Monarch电动农用车,在泰国兴建电动车制造工厂,在沙烏地阿拉伯推进软体及工程服务,在印尼推进电动巴士及电池制造,在墨西哥扩建车用零组建工厂。 另外,5月初鸿海也公告,Foxcon EV Technology增资5500万美元,折合新台币17亿元,取得MIHEV Design约55%股权。 MIHEV Design是鸿海子公司,与美国商用电动轻型卡车供应商Lostown合资,服务全球原厂委托制造OEM客户,并引入MIH电动车联盟的开放平台设计。 这也代表红海集团正式取得,Lostown在美国俄亥俄州生产和装配厂,确立在北美电动车生产基地。 红海希望,未来能为特斯拉造汽车的表态,也让特斯拉加紧自身的布局。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近日表示,特斯拉中国第一百万辆新车下线,并透露了上海工厂供应链本地化率已经超过95%, 这距离在中国的国产特斯拉零部件实现100%本地化供应的目标又进了一步。 然而,随着这一举措,对晶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,特斯拉现在正试图满足这一需求,不仅利用台积电, 而且还在中国布局汽车晶片的研发和制造,建立了自己的专注于晶片的合资企业JV。 特斯拉11月底在中国济南,与INX Semiconductor成立了一家合资晶片公司,安纳斯半导体。 该合资公司拥有1.5亿美元的注册资本,INX拥有55%的股份, 其次是济南苏黎市安纳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,占40%的股份, 其余5%的股份由特斯拉拥有。 作为安纳斯半导体的控股股东,INX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, 为快速发展和复杂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以及自动驾驶AD市场提供领先的晶片解决方案。 今年6月,苏黎市基金Zorik Fund宣布,以全现金交易方式完成对INX的收购, 总交易对价50亿美元。 特斯拉持有的股权比例虽然只有5%,相对比较低, 但这却是其首次在中国布局晶片设计及制造环节。 与此同时,特斯拉终于在自动驾驶领域大放异彩, 向北美所有人开放了其自动驾驶系统的完全自动驾驶FSD功能。 同时,根据未来基金管理的一名合伙人的统计, 特斯拉预计将在2022年第四季度确认约10亿美元的FSD相关低延收入。 其估计,自完全自动驾驶FSD上市以来, 特斯拉已售出40万个FSD包,平均价格为9000美元。 假设在美国卖出了30万,40%的未贪销赤字, 这意味着潜在的红利释放为11亿美元。 特斯拉前不久大张旗鼓地推出了, 基于视觉的自动驾驶迭代, 通过8个高解析度的镜头和一个高科技的神经网络来解释视觉线索, 自动驾驶仪将模仿人类在路上做决定的方式。 去年,特斯拉发表了基于7纳米的第一晶片, 为其Dojo超算提供动力。 该公司通过输入数百万辆, 以在路上行驶的电动车所拍摄的视觉片段, 来训练其自动驾驶神经网络。 这家电动汽车公司在近年的Chicks三次活动中, 透露了很多关于Dojo超算的细节。 与此同时, 据报道, 特斯拉已经向台积电下了一份大规模的晶片订单。 据报道, 该订单规模之大, 将使特斯拉成为台积电明年的七大客户之一。 这些晶片将在台积电的4nm、5nm节点上制造, 而在过去, 三星负责在其14nm架构上制造特斯拉的FSD 3.0晶片。 然而, 根据DigiTimes的报道, 特斯拉现在显然正在远离三星, 转向台积电, 制造下一代FSD 4.0全新晶片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、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